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V单一般来指的就是没有反光系统的 我们叫它V单 像我手里这款相机的5D 加能5D 大家可以打开看一看 这里面是有一个叫单反系统 所以叫单反 这两种不同的曲拟结构 根据CMOS的大小 我们可以分为三分之四的系统 IPS-C的画布系统 DX画布系统和IPS-C H画布系统 以及全画布 像我手里这款相机5D它是全画布 因为它的感光元件就成效元件 是跟咱们传统的135胶片的感光元件是差不多大的 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法 就是感光元件越大 同样的焦距的镜头 它成像的景别就会越大 如果说感光元件比较小的话 同样焦距的镜头 比如打个比方 我们用这款50毫米的镜头来拍摄 感光元件越小 它的成像元件出来的景别 它会越小 这是基本的一个特点 所以大家在使用相机进行视频拍摄的时候 要了解一下自己所使用的相机 它的感光元件是多大的 对吧 好 除了相机之外 我们还有不同的镜头 对吧 镜头也有很多种类的区分 通常来说可以分为定焦镜头和变焦镜头两种 两大类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镜头当中 这个是24到70毫米 它属于变焦镜头 这个也是我们采用的70-200 也是变焦镜头 这两个是给大家选了两个定焦镜头 一个24毫米 一个50毫米 它属于定焦镜头 定焦镜头 它的焦距是不会变的 没法变化的 变焦镜头可以在拍摄的时候调动调焦环来改变焦距的大小 从而改变画面的画幅大小 通常来说我们定焦镜头往往光孔比较大 比如说这款镜头 它的最大光孔是1.5 在镜头上可以看到 看到它的标识 而像这个变焦镜头 这两款2470和70-200 它的最大光孔是2.8 对吧 所以成像质量来讲的话 往往一般情况下 定焦镜头的成像质量要好于变焦镜头 对吧 但是变焦镜头它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在于它使用特别方便 我们在选择镜头的时候 往往要考虑如下几个因素 第一个是咱们的光孔 镜头光孔大小 刚才也讲过 像每个镜头它不同的系列 包括不同的镜头 它最大光孔是不一样的 往往最大光孔越大 比如像这款1.5最大光孔的镜头 三样镜头 它的这个进光量往往也是比较大的 在相对光线不足的情况下 环境中光孔越大的镜头 能完成的比较基本的一个曝光 如果光孔过小 往往的曝光就没法满足了 对吧 另外光孔的大小还和景深有直接的关系 光孔越大景深越小 光孔越小景深越大 对吧 比如说我们把光孔放到2 它的景深是比较浅的 对吧 如果把光孔放到5.6 它的景深就会慢慢变长 到11 16 它的景深会越来越大 对吧 这个跟是有直接关系的 第二个呢 我们要考虑到镜头的最近对焦距离 每支镜头啊 它的最近对焦距离都是不一样的 有时候比如打个比方 我们想用50毫米的镜头 拍一个特写 那首先得看一看这支镜头能不能完成呢 对吧 我们在镜头上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刻度 比如这支镜头啊 它的这个最近对焦距离呢 是大概0.1米 大概就是10厘米 是它的最近对焦距离 所以如果装上这支镜头的话 可以把这个背色物放得很近 都可以成像 当然不能小于啊 这个10厘米 这个对焦范围 比如像这支变焦头啊 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对焦 最近对焦距离呢 是0.38米 这个2470变焦头 0.38米 这是它的最近对焦距离 对吧 那有些同学可能在拍摄这个微距的时候 或特写的时候 有些同学会发现 用这个镜头满足不了这种特写的拍摄 是因为它镜头的最近对焦距离呢 不够近 所以呢 它很难完成这种特别小景别的这种拍摄 第三个考虑呢 就是镜头成像圈的大小 因为每只镜头啊 咱们这个镜头的成像圈 都是大小不一样的 比如说 刚才我刚才跟大家讲过啊 像这个相机啊 有不同的感光元件的这个尺寸和面积 对角线面积 对吧 对角线长度 这点重新说一下啊 比如说呢 我们相机啊 不同的相机 有不同的这个CMOS尺寸大小 对吧 有些镜头呢 它可以说是为 称之为全画幅镜头 那它的镜头就能满足 这个像5D这样的这个照相机 对吧 但如果呢 有些镜头呢 它不是全画幅镜头 对吧 它是APS的尺寸的这个镜头 那装上这个 装到5D上呢 周围就会出现黑圈 对吧 是因为镜头的成像圈 不能完全覆盖这个相机元件 所以我们大家在选择镜头的时候啊 一定要考虑这样的问题 好 下面呢 跟大家讲一讲 我们在相机的拍摄过程中如何来调整参数 这个呢 也是我们这个核心的内容啊 首先一个 比如说快门速度和光圈大小以及感光度 这三者呢 决定了最终的画面的曝光 对吧 这个快门速度呢 大家比较好理解 可以说用比如五十分之一秒 还是一百分之一秒 对吧 这个呢 属于快门速度 第二呢 是光圈大小 刚才也说了 光圈越大 它的近光量越大 光圈越小 它的近光量越小 对吧 第三一个呢 是相机本身的里面的一个设定 就是感光度 这三者决定了 最终画面曝光的这个亮度 是否充足 第二个呢 咱们尽量啊 相机里面啊 不要用这个调 特别高的感光度来拍摄 每个相机 它是不一样的设定 对吧 有些相机的标准 感光度比较高 有些比较低一点 但是建议大家 在光线不冲突的情况下 尽量用这个补光的方法 或者等候合适的时机 来拍摄 尽量避免通过调高感光度来拍摄 因为调高感光度以后啊 它的这个形成的画面呢 有时候噪点太多 对吧 照播太大 降低了画面质量 第三个呢 大家可能会使用的时候 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啊 经常会牵涉到一个白平衡的调节 对吧 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啊 这个光线 一天的光线是千变万化的 从早晨到中午到黄昏到夜晚 对吧 然后呢 除了太阳光以外 咱们还有这个人工光 对吧 还有室内的各种这个日光灯啊 还有高色温的灯和低色温的灯啊等等 那在不同的拍摄环境下我们要根据灯光的这个色温来调节我们这个设备里面的色温参考值 这样才能拍出 准确的啊 还原出色彩关系 对吧 比如说我们在白天的外面啊 外景拍摄的时候 通常会选择 五千六的这个色温设定 对吧 如果在室内 比如说银光灯 日光灯的情况下 我们可能会选择四千三 对吧 大家通过调整相机里面的这个白平衡啊 能使得这个色彩得到紧确的还原 对吧 最后个呢 跟大家简单说一说 关于画面的分辨率和画面风格等调整方面的问题 对吧 一般来说 我们相机的拍摄呀 分辨率也是高清啊 还有一些有4K 对吧 这个呢 都可以根据咱们实际啊 将来使用 就是说这个画面 在什么平台 对吧 播放 或者在什么样的渠道输出 跟那个有关系 当然了 分辨率呢 只是一个相对概念 真正决定画面质量的 除了分辨率以外 还有这个画面的清晰度啊 色彩还原啊 对吧 光线结构啊等等 这些才是一个更重要的方面 第二个 很多这个相机里面会有这个画面风格的一个设定 我们在这个菜单选择的时候 可以根据我们的 我们在这个画面风格的一个设定